民眾開在山路上跟著前方白色小貨車和客運車緩緩前進 突然發現前方小貨車副駕駛坐乘客疑似伸出一把槍枝 就突然發現他手上拿了什麼東西 然後仔細看以後發現是槍 他就是拿出來 然後上槍 然後又縮進去 然後又不知道看什麼 然後又拿出來 直接掃射 他有射這個動作 他是有扣板機的 仔細看男子拿著的是一把手槍 還疑似不斷對外開槍激發 後方駕駛越開越害怕 乘客也嚇得不敢繼續拍攝錄影 然後才差不多拿三到四次左右 持續時節二十分鐘一整路差不多這樣 他在客運後面開始之後就有這個動作 因為原本一段開始前面是沒有客運的 在後半段階就是有往後看說 我們也沒有在看他們 家住台中的洪小姐和友人 N號下午到南投子南宮拜拜後 準備前往魚池日月潭附近 行經頭一三一線到時 發現前方小貨車居然有人亮槍還疑似急發 懷疑是不是最前方的南投客運 車速太慢 無法超車有關 小貨車之後往埔里方向行駛 但洪小姐擔心有其他人被波及 立刻報警 事後警方巡線找到小貨車駕駛 原來乘客是一名十三歲少年 家人表示孩子因為一時興起才會拿出平常玩耍的玩具槍 朝一旁草叢做事射擊並沒有殺傷力 沒想到被誤以為亮槍要逼車之後會好好管教以免再度引發誤會 東三新聞為紅青蔡凌翰在南投採訪報導 armp Twin Cities 展示這叫小貨車 耍紅青和了えっ 將失具體選舉 雖然敢説 押著